一起來看看怎麼做 請開始 好 什麼那是洋芋 洋芋地瓜 然後我們第一個就放七十粉 這是放一半吧 七十粉 七十粉 鹽巴 我跟誠哥也要仔細看 鹽巴放多少 一匙 兩匙 蛋黃 這裡面除了有馬鈴薯還有地瓜 沒有 就是洋芋 就是馬鈴薯 馬鈴薯 只要蛋黃 蛋黃而已 兩顆 然後我們就把它揮一揮 兩顆蛋黃 再中筋麵粉 中筋麵粉 中筋麵粉加多少 一半 到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慢慢一點一點加 可能還會再加 還不確定 我們不要一次全部加 再黏一半吧 免得一下拌不勻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它放在 砧板上面 好 在歐洲國家 馬鈴薯是主食 他們會發展出很多內容出來 有麵條有餃子 我還吃過馬鈴薯的麵疙瘩 好吃嗎 對 好好吃喔 真的喔 先一下 像藕櫻一樣 好像藕櫻一樣 也藕櫻大一點 好 好 這邊好的 對 你這個滾水 下去燙 直接燙啊 我以為是要把它做成水餃皮 你不是說餃嗎 這餃子啊 這就是餃子 這就是餃子 這是很義式的傳統的餃子 想不到它就是餃子了吧 我也以為 我想我們都很意外 不要讓它黏在鍋子底下 好 好 水裡面要不要加鹽 這個呢 我們不用加鹽 剛剛有加鹽嗎 對 我們這個裡面已經有加鹽吧 然後有起司 好 待會兒這個完之後 我會過來煎一下 還要煎一下 那個還要煎喔 對 因為煎過它才有香味 好麻煩喔 才會香 好 浮起來了 浮起來了 就是熟了是吧 浮起來就可以 因為我們洋芋 本身已經就有熟了 裡面只有蛋之生 還有起司 那這個泥是用磨的嗎 用磨的 過篩的 過那個麵粉的篩 真的嗎 對 才會黏 就非常的細 我們就下去讓它煎 再放一點點 煎的時候加鹽 對 那外面才會 外表才有味道 因為我們剛剛燙過嘛 對不對 外表就 沒有味道了 沒有味道 我們就加一點鹽巴 青海鮮了 對 這個透抽 內部殼 內部殼 好扭力喔 對啊 然後直接切就好了 切片 好 所以就是要煎到這樣黃黃 是嗎 看起來好Q喔 對啊 還像年糕對不對 我先下蛤蜊 煮在這個時候 不用油 先下這個 鍋子熱了對不對 蛤蜊之後 然後一放油下去 放一點油下去 我們就放 洋蔥 洋蔥 放一半就好了 放一半 蒜末 蒜末 放一半 3分之2 2分之2 妳這邊也要繼續顧它 好 顏色已經出來了 這看起來俏俏 好 我們這樣就可以掛 夾子放進來 對 夾子不用開背 不用開背 好 都不用開背 前面已經有點忘掉了 沒有 那個我已經忘掉了 白酒 讓它揮發一下 有水 那個火香味 尤其有水的加持 它開會更快一些 三分之2 3分之2 留著一點點 我們在後面要再繼續講 我們剛剛說聽錢 不是 我們兩個配起來就好討厭 就說 2分之1 3分之2 留著一點點 你不覺得很像是管家分嗎 加文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看到鹽加了多少2分 差不多 2分 他不回答了 因為妳剛剛一直在講話 一直糖嗎 妳在生氣嗎 他在擠什麼 糖 糖跟鹽差不多 然後這時候呢 寫它吃放下去 鮮奶油 鮮奶油 這麼多喔 這時候下去的時候 你要注意 你的火不能太大 為什麼 因為它會開花 會滷水 會滷水分離 然後這時候這個進來 3分 他們結合了 然後 九層塔 這時候就放 石油 九層塔 然後 起司 它奶油怎麼都要加 奶油 然後 奶油 全部 好棒喔 它才會滷化 妳這整個菜奶奶的 奶油是整塊 好 我們這時候 關火對不對 對 關火就是把起司和奶油 把它融化進去 拌勻進去 對 然後我們就不要再去 開火 不要再開火 不要開火了 好 然後它滷化 這個鍋子可以在這個爐上面 這樣 然後呢 你們在炒的時候 不要一直這樣做 你是說炒的時候 不要這樣一直這樣 對 因為 那個餃子都被你弄壞 它很軟 它完成了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 我們可以先吃妳的 再來做嗎 沒有啦 可以吧 不然怎麼想像啊 我覺得很棒耶 可以嗎 洆湞 在家做得非常吃 這個我會想吃 我也是 我們兩個是很容易生氣 我打不扣給妳 我是沒有比賽 我可以擦 所以那些點點沒有要用 OK 第四楊玉角 趁粉紅海鮮醬 大家一起加油 好的 好